天气讯息这两天 北部高温有机会上汗30度 但礼拜三开始有东北风要报到了 北部东北部会转梁 中南部则是不受影响 而大家也很期待说 什么时候台风来可以缓解旱象 有没有机会呢 气象专家彭启明在脸书上po文说 目前在菲律宾东方的热带扰动 三四天后有机会发展成 今年的第二号台风疏力机 不过这个月份的台风 北上到台湾附近纬度时 已经不容易存活 台风反而会加强或是延长 台湾附近的东北风 导致春雨封面来不了 午后雷雨也长不出来 对中南部的水晴难有注意 太阳暖晃后民众短裤短袖出门 这两天北部高温有机会上汗30度 但周三开始有东北风报到 北部东北部转梁 中南部则不受影响 还是没有明显的降雨讯号 大家很期待的台风结旱象 有没有机会呢 气象专家彭启明在脸书po文说 目前在菲律宾东方的热带扰动 三四天后有机会发展成 今年的第二号台风疏力机 不过这个月份的台风 北上到台湾附近纬度时 已经不容易存活 台风反而会加强或延长 台湾附近的东北风 导致春雨封面来不了 午后雷雨也长不出来 对中南部水情难有注意 台湾附近的其实在四月主要还是春季 还是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情况是比较明显的 零封面地区还是比较容易有一些降雨 那在中南部地区反而就是一个被封面 比较偏干比较不容易出现降雨的情形 台湾台风论坛也同样在脸书贴文指出 如果热带低压在菲律宾东方时就早早北转 那下雨的希望基本上是直接落空 但如果撑到进南海才北转 外围水汽有机会通过台湾 台湾西半部也许能趁这波下点雨 比较偏西北转的状况 就会造成这个系统比较接近我们 系统都还没有逐渐成型的情况之下 模式的预报的变动性还是比较大一些 彭启明也分析 未来恐怕到五月下旬都还是偏干的环境 尽管有封面通过 但多只在北部东北部有零星阵雨 中南部的旱象还要持续一段时间 大家得加大省水力道供体时间 接下来邱云亭林明州台北采访报道 中国地区的水情持续的紧张 主要供应大台中的德基水库 有效蓄水率突破跌破了5% 这剩下4.6% 整个水库的底部一整片都是干巴巴的泥土 缺水情况很严重 这也让离山的果农很担心说 现在正是果树的生长期 没有水会影响到部分的结果 而中部地区自来水供五停二 即将进入第二周 圆明东海大学的女学生 因为长法加上游性法制 很怕停水的时候没有办法洗澡 突发奇想在社群网路上发文 要找人交换住宿引起讨论 放眼望去德基水库底层都是泥沙 一片干巴巴 12号上午德基水库的有效蓄水量 只剩下4.6% 在地民众都说从没见过这种景象 离山地区的果农拍下流量减少的吸水 当地庙宇举办祈福法会 因为现在正是果树生长期 没有雨水会影响到果树结果 没水也影响到民生用水 中部地区公五停二即将进入第二周 一名东海大学的女研究生 突发奇想在网路上po文 她问说有人想过要借宿吗 礼拜四五我家停水 就去你的租屋处住 礼拜二三你家停水就来我家住 没办法洗澡 马桶不能冲水 真的挺不方便 po文一出引发话题 我觉得可以 因为这样大家都可以有朝食 就是互助啊 我打算说如果没有地方洗澡的话 我就回家一趟 然后隔天再来上课 我住行 以目前的天气状况 天要下雨得等到五月的梅雨季 民众恐怕得加强节水度过这场干旱 记得台中综合报道 台铁太鲁隔号事故 意外发现了易祥工业社负责人李易祥 违法兼任工地主任的漏洞 内政部紧急补破网 将在一个月内建制主动勾击市井系统 不过有委员发现了 针对营造业负责人 违法兼任工地主任 十年来只开罚了四件 另外违法借牌 法律明定开罚一百万以上 地方政府却还可以帮忙打折 也让委员大呼不可思议 这值得花椅 这值得花椅 的确有值得进一步长 包币还是不知 林肖违法兼任工地主任 顾问中眼公司 兼走联合大地和备合的花莲公务团 都推说不知情 管命令报器 上级机关统统要负责 因为罢官松散太夸张 营造业负责人不可以兼任工地主任 十年来罚四件 有这么多年都是模范企业乖乖牌 违法兼任工地主任 地方政府十年来只开罚四件 违法借牌明定开罚一百万以上 却还能视情况打折 委员怒吼 难怪大家都罚不怕 公正会内政部官员 各个面有难色 废职主任执照的 历年来没有任何一张被废职 我样样违法都要先警告三次 管理松散的程度放纵 而内政部网站甚至查不到 林一嫂担任工地主任资料 管理严重失灵 营建署 业管营造业法的人力 几人 五人嘛 另外还有发生意外的施工地点 变道斜坡其实已经建置20年 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设置为离 结果导致悲剧发生 施工前我们会就整体的施工的风险 来做评估 是啦评估 我就跟你说了20几年 现在就是在施工嘛 有没有评估嘛 一连传人为书是酿成大祸 相关单位吉卜破网 要揪出这些离异赏门 早一步阻止汉事发生 这华尤生先提报道 针对敏感族群 场所呢 室内的空气品质 环保署预告了 佳阳大馆全台2200多家的幼儿园 脱婴中心以及地区医院 还要求必须设置空品专责人员 这让许多的幼儿园业者 掀起了一阵反弹声浪 大喊去不消 托婴中心里小朋友围着桌子 专心听老师说故事 依照现行法规 一名托育人员 最多可以照护五名两岁以下的宝宝 人力本来就吃紧 但是环保署去年又预告 要将幼儿园托婴中心 这些场所的室内空气品质 列入管制 还得专人负责 根据草案 未来招生人数200人以上的幼儿园 35人以上的托婴中心 以及20床以上的产后护理机构 和地区医院 都要设置空气品质专责人员 还要订定管理计划 定期实施空瓶检测 法规上路给予一年缓冲期 你要多做一份工作的时候 也要有一份的薪水 政府单位派一个专业的人员 来进来我们原所 毕竟是说我们的老师 他们所领的毕业证书 或是他们的证照 是属于幼儿教育 或是保姆证照 虽然环保署表示 员工可以兼任空瓶专责人员 但为了管制莱珠监视器 各部会从消防署到食安署 现行已经规定幼儿园 必须要设置七名专责人员 如果再加上空瓶人员 他们大喊人力实在吃不消 就先以公立的 为一个要求的一个对象 既有的员工 那都可以取得证照之后 就担任这些专责人员 拖银中心业者认为 定期请厂商做室内空瓶检测 就已经足够 空气品质纳入管制 虽然学童家长和环保团体 乐见骑程 却意外引发业者反弹 到底该如何执行 恐怕还要再演绎 只聊一听 林昭贤台北才分报道 高雄这名男子贪图方便 不但骑车没有戴安全帽 还在马路上 溜起了刚刚出身的小马来 让路过的民众 看了实在很傻眼 因为男子的行为 已经严重地危害 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警方获报之后 已经对他进行开罚 并且通报动保处调查 只是罚钱事小 万一发生了意外 这后果不堪设想 男子骑车在路上 只是仔细一看 怎么马路上会有一匹小马 马蹄神响个不停 小马尽全力冲刺 真的是快马加鞭 似乎就怕爱马跟不上 四组骑车12加速 12放慢速度 还不时回头张望 只是这场景令人超傻眼 就骑着他的车 然后马就在后面跑 你觉得在马路上这样跑不好吗 实际访问到四组 四组还说小马才刚出身 平常很乖 当下这才没想那么多 要看廟花好奇 对我拼 听到那个鼓声就会兴奋 事发在10号下午4点多 高雄三明区 同盟三路跟例行路 这名蔡姓男子骑车 遛着他的小马 只是马路可不是给马走的 而这行为已经吓坏其他用路人 加上男子没戴安全帽骑车 警方货报也介入调查 事后依法开罚 蔡男骑着机车 我也戴安全帽 遛一只小马 我们警方男主之后 告发处罚 警方针对四组开出 没戴安全帽 以及妨害交通等罚单 同时也通报动保处调查 知识贪图一时方便 四组任意在马路上遛马 罚钱事小 倘若发生交通意外 不仅危害用路人 也威胁自己爱马的性命 相当不妥 记得现在一声云干不倒